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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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学习 对成佛这件事 他师父有帮助 主要是你师父确立起了政治界 有时候在红尘中或者是你去 你搞了这个专业 也不代表你成佛更快 知道吧 对你来说 但是你搞这个专业 肯定接触的佛经比较多 但红尘不代表你接触了佛经 红尘的很多元就能了 学这个呢 也不是说想了 或者是想换一个状态 一个是觉得可以给自己 多一点这个工作的时间 但是你的要辞职嘛 在这边 几年吗 学几年 三年 半工半工 就是自己再打个工 就是他提供 就是他需要你帮忙翻译 而且未来翻译这一块的人才也不少 也很多 因为现在都 互联网国际化了 很多会英语的 会翻文的也不是很少 而且佛经你是中国人 也就是 藏文的 凡文的 汉文的 英文都也蛮多了 嗯 但是你喜欢 就是这样 唯一的就是你做了一件你喜欢的事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 你觉得各方面条件是合的话 那为什么不做自己喜欢呢 就是人不过活着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嘛 对吧 儿子不过是考虑更多的得失啊 就是说我到底做了这件事会失去什么 如果你没有什么失去的话 你没有什么 你就去做玩呗 其实有些事情 就是我说 我就说你不好 拦你也拦不住 因为你不太喜欢你们公司 你们那个工作单位 迟早你会溜达 做做还烦死了 只要有个机会就跑 你不太适应人世界的人情世贡这种 做学术研究吧 就单纯一点 你觉得人情世贡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呢 你做这件事呢 不断地学习在这里边 你会更 在生活那边 你慢慢的会更出事一点 嗯 就是更 不愿意跟很多人打交道 就想打车步杀 还有广街善园 要接触很多 三街六道 就是什么 唯一的就是做了一件你喜欢的事 其他啥也不代表 有些事情 其实对我真正的修行 哪边 哪边是一样的 那个环境更好 这个环境不好 其实每一个环境都很清净 你家里那些环境 不管三街六道 就要在哪一道的波动这些 其实是我们的心在动 我们的心在分别 人的心如果是如如不动的话 其实哪儿都是清净道场 哦 可是 功夫啊 你在红尘里边练 其实有时候更快 如果有绝招力的话 你 你呢 你在个性上 本来就偏安静 知道吧 本来就不喜欢红尘 不喜欢世俗的东西 你很容易 跑到寺院里边的 很容易一个人呆着的 很容易走小城楼 很容易那个 就是红尘 只是现在红尘的很多事 强迫你必须给大家打交道 必须给 如果有天你坐在官房里 你把我的全世界忘了 你知道吗 我也可以不离不要缺世间 缺世间法我忘了算 不是同时兼顾什么 是戒地 就算我们坐在官房里 我们也知道 三界六道众生是什么样的 在苦难之中 或者是 但不要找苦难下 不要找众生下 这个戒地始终在哪儿 要承担起如来的 就是那种带子 每个大菩萨都 所有的菩萨道修行者 都要和谈 都要把佛阳佛 佛阳佛 这种和谈如来加业 就度众生出轮回 你成佛的目的 就是为了度众生出轮回 慢慢地绝招自己的起行动力 这种想法呢 所以你想成佛 我们主要有一个原因嘛 那现在我们是不自在 有时候我们是不自在 你看比如说 为什么我成佛 有时候我们不自在 我们想自在 有时候我们不想轮回 我们恐惧下山道 恐惧地狱道 还有阿南说 就像佛的弟子阿南说 我喜欢你头上放光 喜欢神通法令 这些都可以走进来 但是真正大臣佛阳走走走 走到最后 因为这些不轮回 头上放光 三十二下 八十七下号 神通俱足 还有我们能够自在 都是为了我在做 因为我要不轮回 我要神通俱足 法令无边 我要 我要什么什么 因为都是围绕着我在做嘛 刚开始的发心 都是围绕着我的 就像你问我刚才的问题 也是说 怎么样修行 我能更好 但佛学出一起点 就是我的 因为有我成不了佛 知道吧 所以你刚开始 我们的发心 都是为了为我更好 我怎么成道更好 我怎么怎么做 但是一提这个我 这个我才是障碍 不是你在做什么 那其实 为什么佛会教你说 你要发心 要利益三见六道众生 为 金刚经说 你要为普度六道众生 三见六道众生 男生是 他是共同的 让他们进入 灭牌 没有灭牌 灭肚子 用这个理想来发心 这是佛在教你嘛 就像我们有时候 教小孩子说 要发育 长大了 去当科学家 去当什么 小孩子懂什么是科学家 医生 不要老想着要怎么 就是他要你发的大一点 因为这个发心呢 就是最终你有一天 你在修修修修 你会知道你 三见 这个承担起这个普度众生的 你走到一定时候 他的使命感就出现了 这个刚开始 为了自己发心是可以 但是有一天 你会知道 你在核单中来假议 那个时候你在做利他的事 包括你的译经啊 去翻译啊 都在做利他的事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多伟大 你只是能利一个就利一个 能利两个就利两个 不是说一切 六道众生都放在这个碟子里 给你一次度完 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默默地去做 然后一点一点就修正成就 有我的时候 没有一件事是完美的圆满的 有我的时候 怎么做都是个选择 就算我今天跟你说 你说这两条路 我选择哪条路 从这有这样的难处 从这修有这样的难处 两条路各有难处 各有利弊 永远有利有弊 你说哪条道 学习佛法更好 说哪条道我能更多的学习佛法 那肯定是现在 你准备选的这条路 但哪条道能更快成佛 我就不能比较了 因为你有时候越苦难 你成佛越快 你越顺越成佛慢 有时候越苦难 你要过去的话 功德更大 因为你能够那么苦难 如果你在地狱道 有一个那么苦难的痛苦 你能够如如不动的 那你说明你定力有多厉害呀 需要 你快乐的时候 你肯定不需要定力 你肯定如如不动了 好享受吧 是吧 清静的时候快乐 所以这个是 所以这没法比较 但对你来说 我觉得目前 如果你选择的话 如果家人支持你的话 你可以选择 我觉得挺好的 你会很开心 你活得很喜悦 嗯 就做这个天然的生活吧 就过这个吧 你选择这边吧 反正那边不太适合 嗯 其实凭你们目前都三十 都人到快三十岁了吧 快以上啊 三十多啊 三十多啊 到了三十的时候 已经很多社会经验啊 就像有些东西没企业过 也借过了 嗯 其实做很多职业都是科业 除非极端的 就是那些高科技啊 那些说专业很强的 其实其他事都能做 凭我们的 对众生的看法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你的社会经验 你的聪明 其实我们大家都能做 但是我们唯一的就是 很难选择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时候喜欢的职业 跟工作生存结合在一起的是 最佳职业 就是自己觉得走的 因为喜欢嘛 那你每天工作就不是痛苦 那工作就成了狭受了 就算一天熬成熬到 一晚上再熬 你一晚上再熬夜 在疫情 你很开心啊 一晚上熬你也开心啊 所以你就愿意嘛 那就不是工作 那叫享受 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最佳的 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方式 做啥都可以 但是首先要生存 是吧 那当然如果你妈 你爸有 你是富二代 或者是乖二代 有 你家里父辈给你 已经赚了钱了 你生存没问题的时候 玩呗 随便了 是吧 是吧 但是不能随性随 因为要有因果的嘛 是吧 不能要考虑到因因果果 但是再不触犯法律 那经常自己做点 不断的学习都行 让自己活得更好啊 或者是不做都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